《夺星者》哈肯是黑色军团中的著名混沌领主 他同时也被称为阿巴顿的天启使者以及宣告者 作为黑色军团的先锋 哈肯会前往那些即将受到攻击的星球 指挥自己手下规模庞大的混沌猛禽部队 使用各种恐怖的攻击 勇吓战术散播下混乱与绝望的种子 以为接下来黑色军团主力的到来做好前期准备 在进行这些行动时 哈肯通常会将自己手中的地狱之矛插入行星地面 来宣告毁灭的到来 作为制造与运用恐惧的大师 《夺星者》哈肯曾研读过叛变原体 康拉德·科尔兹留下的以君王们先邪所铸就 充斥着无数恐怖论述的邪术 洛斯特拉默《血点》 也曾研究过由疯狂的安格隆所撰写 以成传奇混沌法器的灵血卷轴 哈肯甚至用自己部分理智作为代价 窥探的千子们手中 收录着全银和各种奥秘传说的巫术巨著 《马格鲁斯》之书 从这些研究中哈肯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精进了自己的心理战法 他会与成群的猛擒 地狱飞龙等快速突击单位从天而降 袭击敌人的补给线 指挥中心等重要目标 同时入侵对方音阵通讯广播 开始以精挑细选的亵渎之言 摧毁敌方精神意志 动摇军心和民心 哈肯从以午夜领主为首的其他叛乱军团处 学习到了很多 将这些战争思想结合起来 运用的精神攻击 对大多数帝国世界都极为有效 伴随着混沌部队的不断攻击 哈肯饱含死亡与仇恨的声音 将会在恐慌的人群中造成毁灭性影响 人们的斗志与凌聚力 在夺心者的死亡宣告中瓦解 大量的帝国部队开始投降 甚至会有人崩溃自杀 之后哈肯便能将这个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星球 献给混沌战帅 如今夺心者已经来到了警戒心 他会将恐惧与混乱的矛头刺入星球地表 以及帝国军民的心中 当帝国军队已然因为兽人 灵族以及基因窃取者等威胁交头烂额时 哈肯及其手下潜入了这个星球潮区的上层尖塔 警戒心是一个重工业世界 其天空中弥漫着厚实的污染云层 在基因窃取者教团没有空忧能力 兽人空军着重于禁地轰炸和扫射 人类平民都因大猎息禁令而被禁止抬头仰望天空时 哈肯最大化利用了帝国在头顶的盲区 迅速完成了自己对于潮区尖塔的占领 随即 尖塔上便传来了接二连三的诡异报告 有人说自己目击到掌有服役的神秘人影 正在各个塔间跳跃 更有甚者说自己看到了在云城中环绕盘旋的恐怖邪龙 一些失踪人口的残肢交尸 也被不明人物悬挂到了塔顶之上 而那些被派往尖塔进行调查的新界军小队 则全都一去不回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 同时因为卡尔加剥夺了许多警戒心贵族原本拥有的权利 他们在尖塔上的兵死忽生也被一时忽略 之后夺心者哈肯的声音 经由被亚空间写法入侵的帝国英政广播 传播到了整个星球 哈肯做出了自己的死亡宣告 八十个日夜之后 这个世界便将属于混沌战帅阿巴顿 黑色军团即将军临 之后当警戒心元老院中 那些聚集在极限战士战团长卡尔加周围的帝国指挥官们 正讨论着哈肯这个新出现的敌人史 从他们的头顶高处传来了可怕的隆隆之声 议会厅的拱形屋顶塌陷 曾经屹立在宫殿顶部的属于阿加门努斯家族的巨大雕像掉落了下落 这时一头地狱飞龙恶魔引擎冲入会议大厅 开始向着忠诚者们喷吐出骇人的夜火 许多负责护卫的援助星际战士以及周边的凡人仆虫都死于这场突然袭击 这便是夺心者哈肯对马列乌斯卡尔加所发出的挑战 反应过来的卡尔加及其护卫立刻向着上方开火还击 同时他们还尽量用手挡住了天空中猙獰的大雷西 避免自己双眼直视这道诅咒斑痕 而刚才袭击他们的恶魔造物早已飞走 卡尔加立刻派遣出了一支由雷音与风暴爪所组成的飞行中队 前往塔顶云城进行追击 一场新的战斗由此拉开序幕 随着夺心者哈肯的到来 警戒心上的混战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这场战争现在被称为梦魇战争 越来越多的混沌势力正赶往这个世界 在星球南极卡拉克双冰川之上 千子红字战士突然从他们渗透的灵主网道中现身 并袭击了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新界军装甲部队 虽然凡人士兵们在阵尾的激励下 与眼前空壳傀儡般的异端阿斯塔特进行了殊死战斗 但还是无法对抗千子强大的地域火武器与灵能攻击 黎曼努斯坦克被巫术之火融化 变成了一台台被冰雪吞噬的废铁 千子的攻击也从帝国部队手中 夺走了又一个至关重要的水源点 与此同时 纳钩的盖勒铁温最终还是以超自然的形式 从钢铁之手们在东托利亚潮区所制造的火墙中蔓延而出 扩散到了旁边死灵截区的北部 这一消息吓得当地的阿加门努斯贵族 携带着能够从平民团体和物资储备库中收刮到的所有食物与水资源 躲进了自己的严密要塞之中 完全不管外界人民死活 被贵族夺走的物资 甚至足够他们消耗一千年 而那些遭到贵族压榨后抛弃的群众 则在缺少食物与水源的绝望中引发出了大规模暴动 警戒心上的许多势力都迅速的开始利用这一新局面攻击死灵截区 在外墙发起进攻的兽人 从天而降的混沌 自地底专出的机械窃取者教团都行动了起来 而且帝国通讯网络因为大猎息以及夺心者哈肯的影响 遭到了干扰与柳区 里面充斥着各种亵渎的混沌低语 有时这些低语还会突然变为可怕的恐怖尖叫 以至于许多新界军部队都只能停止使用音阵通讯 以此来免受干扰和被引致疯恐的威胁 这些情况逐渐磨灭了人们的斗志 随着通讯陷怒的受阻 警戒心本就不高的零距离也再一次被削弱 卡尔加最擅长的就是分析战况同管全局 而此时敌人从他手中夺走了实时通讯这一最重要的武器 元老院指挥部正在失去优势 伴随着最初的受人入侵而打响的警戒心混战 已经过去十多年的时间 这个饱受灾祸的世界也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真是在这一时刻如同要急于警戒心最后一击板 混沌战帅阿巴顿的主力部队来到了星系之中 混沌战帅明白 连通南北银河的纳克蒙的走廊便是由处于这个通道两侧的警戒心 以及赤地心所维持 这两个星球之上都有着巨量的黑石矿场 其地层下还埋藏有许多黑石引流针 存在于警戒心以及赤地心上的这些长刺般的非天然黑石构造 分别都指着对方的方向 它们遥相对应 其中间便维系着反亚空间场 制造出了纳克蒙的走廊这一混沌浩劫中的特异点 而这两个星球上的那些普通黑石矿石 这征服了反赤场的规模 让纳克蒙的走廊能够维持恒星系般的宽度 阿巴顿此行唯一的战略目的就是关闭纳克蒙的走廊 要做到这一点 他并不需要彻底消灭警戒心上的帝国防御 只要他能够尽可能多地摧毁星球上的反赤亚空间黑石 并利用黑石的二象性尽可能地转换黑石集性 让它们变成亚空间的征服器 如此便能使大猎系自动合拢 在阿巴顿的旗舰复仇之魂号上 装载有大量由怀炎者们制造 并将由黑暗使徒们祝福的黑石魔怪 这种已经沁透了混沌力量的邪恶法器 可以轻易撕开现实 当战帅的军队摧毁掉警戒心上足够多的反赤黑石 同时把这些魔怪安放到当地玲珑地脉关键位置以后 黑色军团就可以流转整个警戒心的黑石地层即兴 把这个世界变成混沌能量的焦点 进而关闭走廊 怀炎者盟友将会帮助混沌战帅 进行布置黑石魔怪的工作 而先一步前往警戒心的夺心者哈肯 则已经探查清楚了当地黑石的情况 在这个世界上 来自黄泉八号的技术省府们 为了研究黑石的秘密 早已在过去数百年的时间中 挖掘出了大量黑石矿场 并储存在地表 这一情况大大缩减了阿巴顿原本计划的流程 机械教已经帮他完成了开采工作 之后战帅麾下的部队 只需要直接对其发动攻击来夺战即可 警戒心最高指挥官卡尔加战团长 在得到大规模混沌舰队 于新系列显现的消息后 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当地面战场依然深陷于各类异形 以及夺心者哈肯所造成的混乱时 卡尔加将防御工作 暂时交给了飞红之权战团长佩德罗坎托 他自己则带领着一支集结起来的海军舰队 前往转临心附近 建立起了一道拦截网 打算以帝国海军最擅长的多层次 逆击炮击阵型 将来犯的混沌舰队打退 卡尔加的指挥下 拉开完美拦截网的帝国舰队 向正面扑来的敌军 倾泻出了鱼雷与炮弹 战团长希望通过这第一轮先制攻击 破坏混沌舰队阵型 逼迫他们四散闪躲 随后再各个击破 但是复仇之魂号带领下的混沌舰队 却没有丝毫停滞 也没有进行任何避让 战率的大军迎头冲向了卡尔加 用十几种射击方案 精心安排的数百发帝国鱼雷 在此期间对方虽然承受了相当的损失 但依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就在卡尔加对这一举动感到疑惑时 真相揭晓了 随着敌舰的靠近 在拦截舰队最主要的十几艘战舰桥上 现实闪耀着撕裂开来 从这些亚空间裂口中 存出了大量的恶魔 卡尔加自己所在的旗舰 胜利桂冠号上 战团长及其护卫 遭到了涉猎大魔守秘者的袭击 虽然这些刚刚才经历过 奥特拉玛瘟疫战争的极限战士老兵 有着丰富的对抗恶魔经验 但他们训练勇术的暴使拦截 还是没能跟上拥有超自然训捷的涉猎恶魔 而体型巨大的守秘者 更是尽直扑向了卡尔加 当战团长极限双拳所射出的爆弹 打到涉猎大魔 那窗环又披挂着宝石的躯干上时 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马库拉格之王的两名贴身近卫冲上前去 也立刻就被恶魔闪耀的护盾撞开 随后大魔举起一根长矛捅向卡尔加 战团长尝试用双拳抓住矛尖 但这恶魔之矛上流淌着不属于此事的无名液体 使他无法握紧 长矛从卡尔加手中划过 刺穿的战团长的盔甲 又劈开了他的一颗心脏 色裂大魔紧接着举起巨爪 撕裂了卡尔加的喉咙 马库拉格的精锐们顽强抗敌 终于慢慢扭转 最终关闭亚空间裂口的人 是胜利桂冠号的导航者 他在赶到剑桥之后扯下护眼罩 用亚空间魔眼的力量 配合极限战士的猛攻 才逼退了群魔 但惊人的破坏已经造成 马库拉格之主在第一场战斗中 就被率先击倒 此时舰队依然正遭受着恶魔入侵 通讯频道中回想着混乱声响和痛苦惨叫 面对始料未及的大规模斩首作战 胜利桂冠号上 接过重伤昏迷的战团长指挥权的海军准将 只能沉重的下达了撤退命令 拦截任务失败了 他们现在所能做的 只有避开接下来的混乱杀戮 回防紧戒心 同时这也是保全身负重伤的卡尔加的唯一办法 一小时内 帝国拦截舰队就在胜利桂冠号的带领下开始全军后撤 他们在赶赴警戒心轨道集结点的同时 向身后设计着光毛与实弹 而片刻没有停下的黑色舰队则对他们紧追不舍 混沌战舰对撤退中帝国方的零星攻击还以宝和轰炸 又一次击伤和摧毁了许多舰船 混沌诸神的邪魔仆虫 如今听从战帅的号令 随他的心意和计划进行攻击 而他在这些恶魔盟友的帮助下 仅凭简单的一次突击 就彻底击垮了帝国设立的太空防线 无论多么优秀的海军阵法和弹道计算 都无法对抗直接现身在舰桥上的恶魔 现在警戒心已经对阿巴顿门户洞开 好在此时的卡尔加已经接受了援助升级 依靠着体内新器官贝利萨刘卢的启动保住了性命 药技师们修复了战团长内科 被射猎大魔劈成两半的主心杖 以及撕开的喉咙 并以注射巨量重生促进药剂 与植入生化改造固件的方式 让他迅速复原 在漫长的手术后 卡尔加得以恢复 但自此往后 他说话时 总是带着非常轻微的机械传动声 撤回警戒心的拦截舰队 在星球首府圣徒港上空的船务中 受到了群众们的盛大欢迎 由于帝国宣传机器的操作 人们都以为舰队回来的如此迅速 是因为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庆祝的人群 虽然被禁止抬头看向天空 但没人会弄错新建引擎的轰银 而很快 黑色舰队便会戳穿帝国政府的谎言 被治愈的卡尔加 立刻重新投入到地面防御工作中 无论如何警戒心都不能失守 当地帝国军民必须做好 抵御混沌大军的准备 如今 基因窃取者势力经营醉酒的任窟朝区 已几乎被这些异行彻底占领 帝国部队已经事实上抛弃了这一区域 只是还未公开加以宣布 死灵截区虽然因为当地贵族的 可耻自保行为 导致平民正在发生暴动 但依靠着当地的大量驻军 这个截区在面对外部兽人战争机器和上方混沌猛禽的攻击时 仍然能够勉强抵抗 驻防当地的卡塔昌丛林斗士 正不断在大后方与渗透的兽人特战小子 展开游击战斗 红北截区重要的水资源设施 直刺兵会新群的太空电梯 黄泉尖塔 虽然落入了基因窃取者手中 不过除了轨道电梯之外 此地看起来还是牢牢的撞在机械轿的铁爪之中 但黄泉八号机械神府们所不知道的是 他们对红北截区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卢翼 早已导致许多地下深井的矿工 投向了平民王子和他们的新陈旧主 只是尊父主龙还在等待时机 暂时没有动用藏在机械轿脚下伸出的信众大军 而奥泰克潮区水库 虽然已经在之前的冲突中大部分坍塌 但如今也还是成为了基因窃取者教团 混沌猛禽 太空野狼 死亡守望 以及战斗修旅进行激烈三方混战的场所 卡尔加战团长自回到警戒心以后 便不断抽掉兵力 向情况最紧急的地区针派援军 他同时观察着几十块数据板和视讯记录遗众的信息 花了漫长的时间来吸收关键资讯 尝试想出一个能够挽救警戒心的办法 但这现状着实是危机四伏 不久之后 阿巴顿所率领的混沌舰队划破警戒心云城 来到了这个世界的上空 混沌战帅用残酷的真相将帝国宣传机器之前所编织的谎言撕个粉碎 卡尔加的拦截舰队并没有取得胜利 敌人已然大军压尽 这一情况至时整个警戒心都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一些人彻底的绝望与疯狂 暴力犯罪时时刻刻都在各处发生 末日早已降临到这个世界之上 但仿佛直到这一刻 这个事实才终于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当然 也有许多人在对于帝皇的信仰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依靠 绝望的信徒们在国教牧师的演讲步道中重新获得了希望 他们组建起了国教圣战军 打算誓死捍卫神皇的光芒 但是这样一支由狂热信徒所组成的军队 很难像正规部队那样听处指挥 同时 另一些被战争逼入疯狂的人群 则选择加入潜伏于阴影的混沌邪教 准备以仆人的身份迎接他们即将到来的新主人 还有更多的人逃往了朝都地下寻求救赎 他们接受了基因窃取者教团的污染 打算等待新城救主降临 正是在这一阶段中 平民王子教派飞速壮大 他们便是连混沌战帅阿巴顿 都没有预料到的强大反抗势力 入侵警戒心的混沌舰队 是由目标各不相同的种种势力集团所组成的联合部队 除了黑色军团的精锐之外 其中还包括了成建制的其他叛乱军团部队 难以受控的便捷战团战帮 新界军叛变军团 以及数量不少的腐化泰坦 阿巴顿对聚集在自己旗下的盟友们都许下了承诺 只要他们能够完成战帅安排的阶段性任务 就会让他们在警戒心上自由地掠夺资源 杀死仇敌 或者是进行任何自己渴望的亵渎行为 这支混沌大军很快就开始按照之前划分好的区域 分散攻击这个世界上的潮区 每个叛徒军队都有自己所追寻的目标 钢铁勇士直扑帝国之权的阵线而去 午夜领主前往了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怀言者们降落在灵能地脉节点上 便捷骑士和泰坦寻觅着自己的仇敌家族和军团 而所有这些混沌部队在完成登陆 打算进行朝都争夺战时 几乎都遭到了基因窃取者组长 尊负主龙所指挥的平民王子教派猛烈攻击 阿巴顿在制定他的征服战略时 并没有考虑到平民王子这一股势力的存在 基因窃取者利用某种未知手段 或许是从朝意志的无穷伟力 将自己的异形子嗣们彻底隐藏了起来 使得他们没有被来自轨道的物理扫描 以及玲能探查所发现 在每一块钢铁尾路上 降落的混沌入侵者都受到 尊负主龙血脉的绝死还击 就算这些混血教徒在复杂的潮区建筑中 被有着亚空间血法和改造手术加持的 混沌心机战士杀得血流成河 就算他们与敌人的战损比 已是惊人的天文数字 基因窃取者混血们 也绝不会放弃脚下世世代代辛苦经营的基业 他们成为了梦烟战争初期 最出人意料的变量 其中信仰奸奇的负栽者战帮 以及一部分由混沌领主 纳马汉、萨瓦斯都所率领的午夜领主部队 在任窟潮区遭到了平民王子的重创 混沌星际战士们原本打算利用夺心者哈肯的广播 将人口密集的任窟潮区推往毁灭的深渊 同时午夜领主想要在这里 获取一些兵援以及无力的补充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任窟潮区作为被基因窃取者渗透最深 控制最牢固的区域 早已被卡尔加下令放弃 这里没有帝国部队驻守 其居民也几乎全员都被异形所转化 当午夜领主进入这一潮区以后 便立刻开始以自己拿手的方式 袭击、屠杀、折磨当地居民 想要以散布恐慌来打击对方意志 任窟潮区成是一个发展之后帮派盛行的地区 这也是午夜领主看上这里来征集兵援的原因 但是无论他们采取任何手段拷打当地人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屈服 因为这些人早已被阴影中的存在所控制 正当混沌星际战士们疑惑不已时 数以千计的基因窃取者混血从墙壁缝隙与地道阴影中冲出 开始围攻这些入侵者 教团甚至没有立刻释放出宝贵的存血战力 在战斗早期他们只是不断投入大量的积变体以及混血变异者 打算以数量来压垮对手 这些扭曲的怪胎能爆发出狂暴的力量 加上他们的人数优势 使得教团部队在近距离战斗上足以和阿斯塔特相比 从而让混沌星际战士们在自己原本最应该擅长的进战中 处于意想不到的巨大劣势 另一方面受到奸骑赐服 能够感知并看透世间一切谎言的负灾者战邦 比起午夜领主的情况只要稍好一些 通过自己的能力 负灾者看透了基因窃取者教团 那建立在无数层剧毒谎言之上的地下老巢 随即他们直接发起了突袭 打算消灭躲藏其中的教团领袖 尊负主龙 负灾者的迅猛攻击 确实给这些异形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混沌星际战士们杀死了许多混血教徒 以及大量的纯血基因窃取者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组长 平民王子们都狂热地挡在了敌人的枪口之前 最终不惜代价地成功阻止了这场斩首突击 这一行为招来了基因窃取者们的猛烈反扑 这些异形的人数之多 甚至让负灾者不得不厚扯 之后 因间其次服 能够洞悉宇宙间一切谎言的负灾者 打算将泰伦虫族最大的谎言 所谓飞升之日以及新陈旧主的真相 展示给不断发起攻击的平民王子们 负灾者战帮里的灵狼者将从朝舰队 如果真的抵达警戒星后的景象 通过传星图景的方式 投射到了巢穴中心的组长创世池上空 像聚集在那里的平民王子 展示了他们的最终下场 在那幅画面之中 天空上充满了怪异的巨型生物飞船 星球地面上则到处都是追杀着人类以及兽人的恐怖刀之异兽 看到虫群的降临 平民王子们高兴的叫喊着 脸上洋溢着狂喜的表情 然而 当这些新陈旧主 消灭完敌人以后 便毫不留情的转过头来 杀向了追随他们的基因窃取者 在这些异兽眼中 教团同样也不过是从朝意志的耳料 负灾者相信 这样的展示一定可以击垮敌人的斗志 让教团陷入混乱与泪斗之中 但是 平民王子们的回应却超出了想象 面对可怕的现实 那些还能够说出人话的混血种们 以最狂热与不可动摇的哭喊声咆哮到 谎言 这亿万人同时发出的声响 其声势之浩大 以至于让许多在战火中残缺不全的朝城结构 都在共鸣中摇晃起来 随即 这些教团成员便对给他们展示出这些画面的负灾者战帮 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大量混沌星际战士都淹没在了无以计数的力爪 以及枪炮火力之下 眼看盟友被敌军击溃 午夜领主们也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趁着教团集中攻击负灾者之时撤退了 就这样相当一部分混沌军队也和帝国守军一样 陷入了警戒心那身不见敌 也远超任何人预料的战争泥潭 降落到地面的混沌主力部队 曾期待与一支失去斗志信仰崩塌 指挥系统破裂的帝国军队战斗 但尊负主龙已经宣告飞升之日到来 平民王子教团开启了自己世代筹谋的总体大决战 数以亿计的坚定混血教徒 举起自动枪和撕裂爪 以远超帝国守军的气势与决心 用异形血肉铸成的守卫警戒心的高枪 他们是要与任何破坏自己布局的外敌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组长领军和指战使们 以朝群意志的灵能网络 调动着全球战局 在孟烟战争一时 纵观警戒心上的所有势力 只有基因窃取者教团 才是拥有最完整指挥结构的一方 但即便拥有死战到底的意志 他们的肉体又能否经得起帝国枪炮 和混沌写法的死亡考验呢 而当警戒心乱战进行之际 来自异世界的旗舰 星辰铸造号突然跃迁至战场中心 通过舰队卫星传话我们得知 由铸造世界全新打造的星环系列产品 即将出炉 其首发产品 神圣泰拉大容量多功能跨包 和马库拉格U团折叠伞 将在近期发射 而二等法环系列 也有一位高人气角色雨伞 在日程之中 同时 星辰铸造618年终活动 已经蓄势待发 即将开启 作为全年为二的打折促销活动 喜欢战锤等知名IP周边的小伙伴 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通报播报完毕后 星辰铸造号再次启动跃迁光束消失 战场空中回荡着隐晦的低语 好像在说 别忘了投稿铸造大师计划兮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